你妈妈失忆了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所以你要好好照顾你妈妈 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命苦 演上了电视剧的桥段 王翠花 这位就是你的女儿 现在由她来照顾你 我还有其他事先走了 对了 等会记得下去把费交了 然后晚上就可以出院了 我可没钱 我零花钱只剩40了 所以老妈 要么你自己去交费 要么你转给我 所以你真是我女儿 不应该呀 我长这么好看 可你 丑丑的 根本不像我女儿 老铁 太扎心了 你可以说我不漂亮 但你怎么能说我丑呢 走吧 出院手续给你办好了 咱家离这远吗 怎么回去 有车吗 爱马 是个一还做起白日梦了 没车 而且你不会开 科目一一都挂了三次 所以骑共享单车回去 啊 我是以前这么笨的呀 这就是我家 嗯 开上去一般般 这还一般般 双层大别墅烟 嗯 路子有点饿了 我会做饭吗 你吃过我做的饭吗 啊 嗯 老妈才刚出院 我要是说她做的饭是黑暗料理 她应该会很伤心吧 所以我还是说善意的谎言吧 嗯 老妈你做的饭超级好吃 比那五星级厨师还要好吃 美味极了 是吗 那我今晚下厨 正好冰箱里还有点菜 我刚刚看了下 卧槽 草帅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那啥 你刚出院 你还需要恢复 我们还是去外面吃吧 没事 我就想做 怎么样 我做的 看着还不错吧 快尝尝啊 快 哦 我本以为这煎蛋的味道不会很怪 我还是低估了老妈 好闲 救命 这又是什么 都炒糊了 还是苦的 不行不行 真是受不了了 赶紧去厕所吐了 赶紧去厕所